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心房左心市的深处也一点点点点的动心动 台立法机构开业车审议争议法案 四法案最终过关 民进党团干部却意外抱口角 胡初贞北上出庭并盼望沉水点 寒风中衣着担保 让媒体记者大吃一惊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闽中吉祥林独家是您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节目的开始 我们首先带您来看 已经很久没有成为媒体焦点的前民进党集民代沈富雄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提到沈富雄呢 原来最近岛内五都市长的选战已经是火爆开打了 尤其是传统绿大于蓝的台南高雄等地 民进党内是抢破了头 但是国民党人参选的意愿似乎并不高 也没有什么动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传出有国民党高层建议 拥有民进党背景的沈富雄代表国民党来出征 于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大台南绿军参选爆炸 蓝军是没人应战 传出国民党高层建议 不如找出身台南的沈富雄改批蓝袍上阵 那在立法院我们公认他是最聪明 最灵敏火柴最便吉 所以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一位人才 那他能够愿意地代表国民党的话 那当然这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台南选民取向绿大于蓝 考量如果由沈富雄出马 可以吸收绿营选票 但是沈富雄曾经被列为民进党内的徐一寇 上片各大政论节目时 也难免针边时事对民进党有些戒言 这样还能达到效果吗 我相信是一个奇招有慎选的把握 沈富雄出身民进党 他对民进党有很深厚的感情 即使他现在离开民进党 但是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民进党 也不会跟民进党对立 蓝军有人觉得是奇招 绿军则不看好 不论如何沈富雄的高知名度 已经引起热烈讨论 对于沈富雄代表国民党出征 大台南市长蓝绿阵营是各种意见都有 那么沈富雄本人究竟有没有这个兴趣呢 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大台南市跟大高雄市 我觉得国民党是限度参考 但是这个参考再怎么讲 都不会有我嘛 对不对 也不应该有我 那我也心目中在我左心房左心市的深处 一点点点点点的动心都没有 那如果自己有人劝情都不决考虑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没有劝情的问题 所以媒体说我低调回应 这句话是不好的 因为低调回应 就是还有那么一点念头 好马上带您来连线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屈赵祥教授您好 沈富雄本人对立拱他代表国民党参选 大台南市长的建议表示没有任何的兴趣 那么您对他的这种态度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好的我想这个国民党这边呢 会有人这个突发奇想的建议沈富雄先生呢 代表蓝营这边呢到这个台南市啊 去竞选台南市的市长啊 那么这样子的想法 可以说是突发奇想 当然也不是如果可以可行的话呢 也不是是一个兵法上所说的奇袭啦 不过呢我看呢这个落实的可能性的机会不大 而且呢这个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沈富雄先生也自己也已经亲自的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或者说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我想沈富雄先生会拒绝这个原因是非常清楚和简单的 也就是他去台南市代表蓝营选呢 不但不能当选可能还会导致于他自己呢 被变成了整个利盈的这个 这个这个共同的敌人啊 这个会使得他这个过去大半辈子呢 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基本的一些政治的声望跟政治的资源呢 可能也都会付之于 付诸一句啦 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啊 这个政治我想这个选举里面的政治人物也一样 这个这个杀头的生意会有人干的 这个这个赔本的生意不会有人干的啊 所以说他会拒绝这种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呢 我想这个是道理是非常清楚而且容易理解的 那么整个这一次五都的选举来讲呢 其实以台湾传统的这个政治市场的分布来看 台北市跟台中市相对的来讲 蓝营也就是国民党这边的这个候选人呢 胜算大一点点啊 南部的话呢 那就是非常明显的是绿营 基本上会比较容易有机会 在这种的一个格局之下呢 那么蓝营的这个候选人呢 很自然他们会去争取北部地区 也就是台北市新北市 以及可能的话还包括台中市 至于台南市跟高雄市呢 因为胜算较低 所以在真蓝营的人在争取台南市 台南市 以及将来的五都里面的高雄市 蓝营相对的来讲 真的还比较少 在这种状况之下才会点到了一个绿营出身的沈富雄呢 看看他有没有可能来选 不过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讲过了 那么这个游戏对沈富雄来讲 这个是只赔不赚的啊 这个是这个不管是商人或者甚至人物都没有人会做这个赔本的生意 所以简单的来讲 这次南部呢 国民党的选情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利 从他找候选人的辛苦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的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叶宜金气到大力把杯子摆回桌面 喷了一桌子水 协商没过的法案终于开始表决 一步一步处理 两边一会喊口号互呛 撑到深夜喊累了 又开始吃点心 到13号凌晨12点半 终于赶完部分进度 修正通过 台行政机构正副职负责人都进台立法机构握手致意 所谓政府组织再造四法通过将于2012年开始实施 县边的37个部门到时候将缩减成22个 人员减少9000人 至于关系五都选举 各方高度争议的地方制度法等议题 国民党团打算加开临时会延长战线 虽然说台立法机构在会期结束的最后时刻通过了四个重要的法案 可是事实上在过去的四个月里 因为要处理美国牛肉进口修法这样的争议法案 加上民进党团对一些法案持续不断的干扰 最终造成台立法机构在这个会期里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空转中度过的 怪不得媒体都说 这届台立法机构的第四个会期堪称是史上最牛的会期 2009年8月7号莫拉克台风席台 暴雨引发的水灾重创台湾南部东部 台立法机构先召开临时会审议灾后重建特别条例 赋予特别预算法源 由于这一法案攸关灾民未来的生活 蓝绿阵营虽有不同方案 但双方都不敢延宕 最后于2009年11月10号三读通过 不过别的法案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受到台当局跟美国2009年10月22号签署 美国牛肉输台议定书影响 民进党团坚决反对美国牛肉内脏脚肉等高风险不为进口 民间团体也群起响应 国民党团原本希望配合台行政机构 以行政管制措施入法方式限制美国牛肉高风险不为进口 但不被民进党团接受 从2009年11月起台立法机构会议多次停摆 因为民进党团在台立法机构席次不到四分之一 只能用焦土策略不断占据主席台杯葛议事 达到迫使国民党团让步的目标 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十一条条文 修正通告 经过近两个月协商 今年1月5号 蓝绿两党党团终于完成禁止美国牛肉高风险不为进口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法 为最牛法案画下句点 但是也因为这最牛法案 许多重要法案因此延宕 协商时间随之压缩 台行政机构共提出32项优先法案及三项预算案 但台立法机构仅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人体生物数据库管理条例 全民健康保险法及刑法五项法案 预算部分通过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预算 及2010年度台当局总预算 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案 留待下会期处理 回顾台立法机构第七届第三会期的最后一天 蓝绿两党党团为了让台商避免两岸双重课税 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僵持不下 最后草草落幕 第四会期的最后一天 蓝绿两党党团又为了让乡镇市民代表 延任的地方制度法 硬把白天的会留到晚上再开 下会期 民进党团即将在天三位新成员 一举越过台立法机构四分之一席次的门槛 在年底执管市选举等话题持续发酵的情况下 蓝绿两党攻防互动变量不少 台立法机构最牛会期的戏码是否重演 值得关注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峡新感谢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新闻 胡书珍北上出庭并探望沉水扁 寒风中衣着单薄 让媒体记者大吃一惊 我借我保护这种固定场所 以及这个绿地 能够吸引人家的感觉 台军方台北县团管区 举办后备军人表扬大会 耗资30万新台币搭建舞台 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引发争议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谢 陈水扁妻子吴淑珍 今天上午搭高铁到台北开庭 顺便到看守所探视丈夫陈水扁 今天出现在镜头前的吴淑珍 不同于以往给人身体虚弱的印象 在不到十度的低温中 她居然只穿了件薄毛衫 让现场媒体记者都吓了一跳 就在寒流最强的这一天 吴淑珍北上开庭 顺便到看守所探视陈水扁 只是天气那么冷 身材单薄的吴淑珍 只穿高领薄毛衣跟棉质长裤 采访记者每个都是背心加大外套 包得跟肉粽一样 超级怕冷的吴淑珍 以往开庭还要电暖气取暖 但今天却是青庄北上 难道吴淑珍不怕冷吗 观念看守所里的丈夫陈水扁会着凉 吴淑珍还带了件背心给他 早上探视陈水扁 下午忙开庭 偏偏儿子陈志忠跟媳妇黄瑞静 上电视节目谈扁案 也谈家庭生活跟婆媳关系 媳妇黄瑞静还爆料 吴淑珍有换礼物的习惯 家务市对曝光吴淑珍会不会有意见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不会也想上节目讲一讲 温度不到十度 身体不佳的吴淑珍坚持北上 想要在过年前再看看陈水扁 好 再带您来看台军方 一个引发争议的活动 台北县团馆区12号举办 后备军员表扬大会 耗资30万新台币 在云区里搭设了一个舞台 这和以往在体育馆举行的表扬大会 只需要付2万元新台币的租金相比 花费是增加了不少 外界质疑为了两个小时的活动 就花费好几十万 这会不会太浪费了呢 将近半层楼的舞台 旁边放置晋升军官的照片 担心下雨天有人会滑倒 还贴心的在草地上铺上木板 这是台北县团馆区一年一度 为了表扬后备军人举办的嘉年华活动 甚至还邀请台房屋部门 副职负责人到现场颁奖 热热闹闹在营区里 花了30万新台币搭舞台 扩大举行晋升典礼 动员台湾北部地区的 书郡工兵支持 只是才两个小时的活动 就要花费好几十万新台币 会不会太浪费 台湾都是我们既有的设施 帐篷都是我们自己的比较最多 所以在经费上面来讲 反而比租场地更便宜 原来以往团馆区都在板桥 县立体育场举办晋升活动 不需要舞台 只需要简单的布置 两万元新台币租场地经费 一切搞定 外界质疑 基层军官为了拍马屁 完全不顾社会观感 藉由管部这种固定场所 以及绿地能够吸引军校的感觉 在草地上面就只能够举行 台军方解释 每年的活动预算都将近66万新台币 这回会将地点选在团馆区 不仅可以节省成本 还可以让官兵有家的感觉 好 各位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今日链接 来了解一下 今天台稿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两岸金融合作监理谅解 备忘录MOU将在本周六生效 今天台湾联合报的一篇文章透露 台金融管理部门 已经完成了相关法案的修正 如此银行来台 必须先设立办事处 建满两年之后才准议开设分行 届时才能够承揽业务 初期可能只有大陆前五大银行 有资格获准来台设立办事处 那么另外台金融管理部门 也将开放台资银行 直接参股大陆银行 如此一来 岛内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 都有机会与露银流银 那么今天台湾工商时报一则报道称 台湾半岛体业界传出台当局 14号将在台行政机构会上 针对开放面板厂及金元厂登陆仪式 开摆定爱 未来业者只要保持台湾方面技术 高过大陆投资点 一致两个世代 其余的面板及金元厂 西进大陆限制将会取消 那么同时业者也可以透过并购的方式 进入大陆市场 文章认为如果当局解除西进禁令 将对台湾面板金元产业争取大陆当地市场商机 更有帮助 目前大陆赴台旅游只有团进团出 没有自由行 八天环导游只能够走马关花 留下不应有的遗憾 那么今天香港大公报一篇文章称 有分析人士认为 台湾游在大陆持续升温 截至2009年年底 已经有60.61万元次到过台湾 这个数字或许仍有保留 实际人数肯定还要更多 但是当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自由行 大陆旅客不能够深入的感受到 保岛台湾的更多美丽 游客强烈的期盼台湾自由行的政策出现 那么针对日前 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批评民进党 看不出与执政时有何差别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2009年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施政不利 选举成绩不理想 而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 为反对而反对 盲目杯葛 只顾选举利益而不作为 台湾也就将陷入笔烂的泥沼里 民进党看不出与执政时有何差别 国民党也看不出与民进党有何差别 这就是台湾的悲哀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台港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时休息 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杨毅表示 2009年两岸关系扎实推进 稳步发展成果丰硕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搜上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13号上午 国台办举行了2010年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杨毅回顾了2009年两岸关系发展情况 他指出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 两岸关系扎实推进 稳步发展成果丰硕 杨毅表示 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进一步巩固了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增进了政治互信 保持了良性互动 拓展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 杨毅说 海协会与海基会2009年内举行两次会谈 签订了六项新的协议 达成一项共识 解决了两岸民众关切的实际问题 增进了两岸同胞福祉 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正式启动 两岸开通空运定期航班 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全面实现 两岸签署金融合作协议和监管合作备忘录 就推动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一致 标志着两岸经济交流制度化 机制化进程迈出重要步伐 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两岸文教交流活动丰富多彩 两岸人员往来持续热络 基层交流全面开展 全年台湾居民来大陆四百四十八万人次 同比增加百分之二点六六 大陆居民赴台九十三万人次 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五点六五 其中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六十点六二万人次 实现了全年六十万人次的预期目标 两岸关系一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表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为两岸同胞 带来越来越多的实际利益 这一进程是人心所向 潮流所趋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而针对日前有台湾媒体质疑 大陆赴台采购签署协议不具备约束力 杨毅表示事实证明 大陆赴台采购是实实在在的 是负责任的 对缓解台湾出口下滑 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毅说 组织大陆采购团赴台 扩大对台产品采购 是大陆方面主动采取的 帮助台湾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缓解经济困难的积极举措之一 2009年以来 大陆先后多次组团赴台采购 采购类别涵盖电子信息 机械 石化 纺织 及深加工食品 农产品等 采购的金额达140亿美元 从台湾整体的出口情况来看 在大陆启动专项对台采购之后 自2009年7月开始 台湾地区出口逐月大幅下滑的势头 得到明显缓解 10月台对外出口与前年同期相比 仅下降4.7% 从11月开始恢复正增长 不仅好于美国 日本 也好于韩国的外贸形势 杨毅表示 大陆对台采购不仅拉动了台湾出口 带动了台湾生产恢复 而且汇集广大民众 所以事实证明 大陆对台采购是实实在在的 是负责任的 对于缓解台湾出口下滑 体育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回答本栏目记者 关于大陆游客赴台游的提问时 杨毅表示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应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相关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有望实现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 谢谢发言人 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问题 昨天的时候 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的 有关负责人就表示说 对于大陆居民到台观光的政策 目前若干问题 源自于大陆方面的限制 比如说不准跨区组团等等 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另外在6号的时候 马云九先生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也希望说 能够早日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 那么这个自由行 今年有没有希望会成行 谢谢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实施到现在 还不到两年 一年多 应该说还处于起始阶段 目前我们对大型企业 组织跨区域的赴台奖励旅游 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杨毅表示 随着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大陆旅游主管部门将根据赴台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跨区域组团 以确保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健康有序的发展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应该本着积极稳妥 循序渐进的原则 确保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我想随着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进一步的发展 在相关的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你关心的自由行业好 个人也行业好 我想都是有望实现的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稳心的收看 在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您继续关注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我是韩哲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